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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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常规和奖的方式 带领大众为建设更美好的人间净土 一起发愿 期望所有的信众都能够珍惜法源 互免互利 今年的送胜仪式能由来自许多中南部的民众 特别是担任队伍前岛的288位信众代表 都是来自台南 嘉义 高雄 屏東的义工级眷属 这个应该说288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因缘 那能够参与是每个菩萨都感觉非常的欢喜 也非常的荣幸 那虽然明年不一定 明年以后不是台南的 但是我们希望呢 这个活动能够继续下去 那尤其我们希望呢 这个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来学佛 也能够体会到佛法的好处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呢 希望菩萨都能够参与这些法会过程当中 法身会命都能够成长 同时也能够体验到佛法的修行的方法 跟修行的好处 我们师父也说过 就是我们要惭愧 要拜灿 还有要感恩 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我听到这句话 我很欣慰 原来我们要对每一个人都要感恩 要对每一个人都要感觉到惭愧 因为我们不知道 那个以前对他做过了什么事情 所以这辈子来 我们是来还原的 事实上 法会的时候 从整个的会场的 我们讲会场的布置也好 整个的氛围 甚至包含他后面背后的环保的理念 等等 事实上还有这整个会场的 就是社心的这种感受 事实上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 把我们平常在 在练习的 或者我们学习到的一些方法 甚至是科业上的一些知见 一些知识 在法会的时候 去把它 练习着把它表现出来 在柔书之后 就做到顺习的 在台湾中 事实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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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36个国家地区的民众 透过网络公修 除了台湾以外 在香港、美国、大陆、马来西亚等地 同样引起热烈的回响和讨论 成为现代学佛人的方便法门 而能够成就如此庄严 设受的殊胜法源 信众们尤其感谢 每天数千名义工的奉献 并相互约定 为建设人间净土 年年再会 共同开创光明美好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